大家好 我是臭小皇 不知道各位會不會時常有這樣一個煩惱 那就是剪頭髮 每次去剪頭髮都相當於須進行一場好賭 賭贏了還好說 賭輸了就...懂得都懂 我們一直說理髮師不懂自己的想法 那今天就帶來一款VR遊戲 理髮店模擬器 讓我們體驗一次當理髮師的感覺 進入遊戲就已經有個顧客在等著我了 每次進入遊戲顧客都是隨機的 他就是今天的第一個顧客了 轉眼間又來了一位顧客 看來我的理髮技術應該是不錯的 一個生意這麼好的理髮店 那肯定服務不會差 這兩人都戴著帽子 就說明他們太冷了 直接用吹風機學一下 給他抹熱的 嗯...那直接開始進來工作 這哥們直接瞬移的 不對啊 他剛剛也不長這樣吧 哪來這麼長的鬍子 難道是那頂帽子 放鏈接 理髮前肯定得先洗個頭 就應該是洗髮水 怎麼還染上色了 這個長得像棒棒糖的是花灑 直接對著臉沖水就行了 短頭直接按旁邊的按鈕 哥們直接睡到了座位上 但是這裡居然沒有鏡子 鏡子上面顯示的是顧客想剪的樣子 留這麼長的頭髮 突然想剪成光頭啊 不會是...失戀啊 光頭還不隨便剪啊 直接推就行了 可我...怎麼會如你所願呢 好吧 其實這裡是我還不知道怎麼剪成光頭 而且這裡筆發是有時間限制的 解完按一下前面的按鈕 顧客就會遂移到前台 在電腦上用鼠標點擊 就可以看到顧客給我們的評分了 一心棒 這跟你預期的樣子不是差之毫離嗎 一心棒還給8.76美元 老闆大氣啊 你是這個 那你是這個 遊戲除了剛剛用到的電推剪 吹風機之外 還有剃刀 剃刀就可以直接把頭髮剃成光頭 像這樣 還有剪刀 染髮劑等等 不過我只需要一把剃刀就夠了 遊戲還很真實 電推剪還是有電量的 電用王可以放旁邊充電 剪刀剃刀也是 髒了可以放旁邊的水裡洗 這有的顧客要求剪的髮型 也確實一個比一個離譜 好好的海膽頭他要剪成機關頭 甚至更離譜的 這純藝術作品誰剪得了啊 不過遊戲有個地方做得非常好 那就是顧客的態度 平時我們都說顧客就是上帝 可在這裡的顧客 卻把我們當上帝樣寵的 就算我拿開著熱風的吹風機吹他們 哪怕我拿花灑對他們的臉交 他們也沒有一句怨言 甚至還一臉享受 最多只會在臨走前對我讓個弱抱 就算有一些顧客 我沒幫他們洗頭 也沒幫他們解 他們也會打你給我 是真的友善啊 這遊戲的顧客 遊戲我感覺還是蠻有意思的 就是可惜了 這些顧客都是統一的海膽頭 玩久就感覺有點單一了 要是能給黑長直的小姐姐理髮 嚷髮 那就更有體驗了 好了 這就是本期視頻的內容 你們就給個三連吧 我是臭小黃 我們下期再見 拜了個拜 我會看你